今年修赛季最受讨论的标的 除了沃尔夫妻党与FIA之间的瓜葛外 即将在来年改名的Sauber车队 在近期新车队名称公开之后 一度为车迷热议 原以为在Alpha退出 新赞助Kick加入之后 会是一串又臭又长的名字 结果Sauber直接表示 最终的名称会在跨完年后才公诸于世 这究竟又是什么骚操做 我真正看不见 当然对于这几年才入坑F1的观众来说 可能大多会将AlphaRomeo 跟Sauber两个名字给搅在一起 以为AlphaRomeo接手了Sauber车队 然后24年整队拜拜 事实上AlphaRomeo只是买下了冠名权 真正的营运以至于开发工作 全部都是由总部设在瑞士 Hindwell的Sauber Motorsport负责 这一支由Peter Sauber在1970年创立的车队 在92年加入F1之后 超过30年的时间当中 除了铲除不少车手 曾效力过的车手不乏日后 拿下世界冠军的天才 至今仍活跃于F1 或是其他大型赛事的实力分子 不少都是从Sauber出道 甚至当今两大猩猩强权车队 都一度与Sauber有关合作关系 但是Sauber车队的传奇篇章 并不止于此 早在1980年代与宾室合作时 就曾在耐久赛事当中雄聚一方 而在1989年 立马24小时耐久赛 成为最终王者的同时 不只替Silva Arrow的战功再添一笔 更让地表上最知名 强度最高的耐久赛事 从此改头换面 这一集就来回顾一下 Sauber在前F1时期 最辉煌的那一刻 开始进入主题之前 刚好可以重新交代一下 1980年代的耐久赛事 是什么样的风景 时间倒带回到1982年初 当今并入FIA旗下的 世界赛车委员会FISA 重新修立规管赛车分级 原先用1234的分组方式 改成以ABCD重新分配 同时既有的赛事分组 也重新做了一次整并 而代表耐久赛原型车的Group C 就合并了原先Group 5 以及Group 6两大分级 虽然说多了不少技术 以及规格上的限制 但整体来说 还是给了不少可以发挥的空间 恰好又搭上了引擎技术 以及空力设计的发展加速旗 于是产出了一批性能狂野 但能兼顾耐用性的赛车们 同时将包含立马24小时耐久赛 和所属的World SportsCard Championship 世界耐久赛车巡回赛热度 推置了史无前例的高点 那当然有关整个Group C赛车的历史 详细的内容可以观赏 去年6月左右上传有关 Group C行衰史的内容 这里就不多做赘述 而这一回的第一主角 Saubert在修改规则之前 就活跃于耐久赛事之中 Peter Saubert早在1960年代 就热衷于赛车 1970年将自家的浩志登场 出售之后 随即成立了Saubert车队的前身 PP Saubert AG 并与同年打造了首辆赛车C1 参与爬山赛事 并且获得全国赛事当中的冠军 在当时的瑞士可谓相当难得 毕竟在1955年 立马24小时耐久赛的残局之后 瑞士当局随即修法 禁止任何大型赛车赛事的举办 纵使国内仍旧存在不少小规模的比赛 但大环境依旧是不友善 但无论如何 C1的成功也垫下Saubert日后 迈向巅峰的根基 之后Saubert将目关转至耐久赛事当中 自1973年起 在欧洲各地耐久赛征战 直到1975年 以走Group 6规则 打造了C5赛车 首度踏入WSC 以及立马24小时耐久赛 直到1978年退役为止 加起来赢过15场比赛 31次分组前三 要说是Saubert创队初期 最成功的赛车也不为过 当然除了自行打造原型车之外 Saubert在70年代后期 主要与BMW合作之下 也一度有改装过M1 走Group 5规则参赛过一段时间 直到1982年 当耐久赛原型车的规则 整并成Group C之后 Saubert也在新规上线之后 打造了新车参赛 首辆遵循Group C打造的赛车C6 最大的特色在于酷似金鱼尾棋的尾翼设计 恰好这里也顺道解惑一下 Saubert的赛车会用C取名 完全跟Group C无关 而是以Peter Saubert的妻子Christiane命名 这样的命名规则也就一路沿用至今 回到Saubert参与Sports Card赛事这边 C6赛车竞争力不算顶尖但也不差 包括Hawken Timering 1000以第四做收 Mugella 1000排名全场第五 然而当年在利曼才跑了七个钟头 就因为基建故障被迫退出 最终于当年的WSC车队榜当中并列第五 而后继版的C7在83年问世之后 表现也差不多 竞争力难以和Polscher 956 及Lansia LC2相提并论 不过却在同年的利曼 惊奇似得以第九玩赛 当年以前十名玩赛的赛车当中 除了那一辆C7以外 全部都是956 这也让Polscher大军挑战史上首次Top 10 Sweep 栽在Sauber手上 然而Sauber也从逐次比赛当中发现 BMW引擎逐渐不服使用 在83年结束后 选择不参与84年赛季 并将C7赛车仅有的一具底盘出售 借着买卖所拿到的资金 投入新赛车研发工作当中 然而在85年 这看似空白却繁忙的一年 让Sauber有了翻身的契机 先前提到1955年利曼大车祸 让瑞士从此禁止赛车的举办之际 作为车祸市主的宾士 也从此退出了赛车运动 然而在阔别赛场近30年后 宾士有意重返赛道的风声 很快就被Peter Sauber给秀到 而Sauber的进化之路也从此展开 眼见宾士有意重返那种赛事 Peter Sauber自然没有闲着 由于宾士对于投入资金 开发整辆赛车仍有迟疑 而Sauber急需引擎的供应 Peter Sauber最终成功说服了宾士 开启这笔互补性十足的合作 由Sauber主理车体及底盘R&D 宾士就专注在引擎研发上 两方的第一样合作成品 Sauber Mercedes C8赛车 首次搭载5升 Triple K 双涡轮增压V8 准备在阔别一年后 于1985年利曼24小时耐久赛 重返熟悉的战场 老牌大厂搭上开发车体经验十足的Sauber 照理来说可以期待C8赛车 在厂车当道的Group C1级别 与Porsche和Lancia一较高下 然而耐久赛的世界可没这么简单 C8赛车表现严重不如预期 排位赛仅能以第17位作收 更在赛前的练习当中 赛车整辆飞天 接着栽下来严重损毁 连正赛都没得比 是啊 宾是在立曼起飞 早在1980年代就发生过了 即便85年是以相当不堪的表现作收 然而过去太多案例做了时 耐久赛的世界当中 第一年表现不理想 真的没有什么 与此同时 Sauber成功延览到新的赞助厂商 是一家名为Coolroads的品牌 主要的产品是 香水 有没有观众能帮我问问看 这家牌子的香水 到底品级落在何处 毕竟这是跟赛车有关的频道 香水这类产品 不要问我 我是一问三不知 当然撇开香水的品级不谈 这家名为Coolroads的品牌 不单只有赞助车队 是直接将车队的冠名权 给一并买了下来 于是在86年赛季开始 车队就改名为Coolroads Racing 嗯 原来Sauber将冠名赞助 拿来卖钱也是40年前就有 在同一年 Sauber终于迎来了突破 开季前两战 都能以前十名完赛之外 在Nurburying 1000 Johnson靠着Henry Pascarolo 与Mike Thackwell联手 成功在一众 宾士高层面前 拿下了在WSC第一场胜利 沿舰投入的资金 终于有了回报 宾士也乐于投入更多钱 让Sauber持续研发更强的赛车 而Sauber也在86年结束后 将C8赛车底盘 卖给了私人车队 替新车铺路 而两方之间合作 所推出最新的作品 将会在往后三年当中 从此改变耐久赛 最高殿堂的样貌 1987年赛季开裸之前 Sauber推出了 C8赛车的后继版C9 开发工作仰赖大量 来自C8的比赛数据 但格局和C8完全不同 全新铝合金车体 将C8拥有更高的刚性 且更加轻量化 全新的散热模组铺排 让车比能有效降组 全新尾翼设计 减少了车尾零件 进而影响前后重量平衡 而为了对应力曼 与其他WSC分战赛道 截然不同的特性 Sauber也开发出了 两组截然不同的空力套件 刚好这边也可以说明一下 DMA24小时耐久赛的场地 Circuit de la Sarte 当中最知名的Mosong Strait 在当时是一段长达6公里 可以一路油门全开的长直线 各路阵营通常都会替赛车 换上低阻力的套件 以提升尾速表现 最明显的当属Porsche的 长尾巴套件 当然最关键的还是那一具 全新的M119引擎 规格所以与前一代的M117完全相同 不过气缸头的零件 采用铝合金取代原先的钢材 增加了整体强度 搭配提升效率的 Triple K涡轮增压器 以及更轻量化的周边套件 在1987年已经能产生 最大800匹马力的输出 整体性能看似远优于C8 然而就如前面所言 耐久赛的世界往往没有那么简单 C9赛车首闯力慢 却又再度踢到铁板 两辆赛车先后在开赛后 4个钟头及半夜时分 因为变速箱及持组出问题 先后退赛 全年下来C9赛车是连1分都拿不到 前一年获胜之后的信心 瞬间就像破掉的气球一般 啪 没了 至少对买下冠名赞助的Kouros来说 确实是如此 在赛季结束之后退出了赞助行列 不过赞助厂商没了 却又带着更大资金的新厂商加入 隶属宾市母集团Daimler旗下的AEG电子 在88年起加入了赞助行列 Saubert等同获得宾市母集团 益助的资源参赛 而C9赛车在更进一步的研发之后 终于一甩87年的不振 在88年拳绩下来赢下5场分战冠军 车队年度排名仅负于当时实力如日中天的TWR Jaguar 以及那一辆名为XJR9的赛车 然而在最重要的立马24小时耐久赛 由于赛前列席的爆胎事故 导致Saubert不得不以安全考量为由提前撤退 虽然在最重要的比赛又鲨鱼而归 然而88年的战绩也坐实了C9赛车 确实拥有争夺立马总冠军的潜力 而1989年将是Saubert Mercedes围振全场的时刻 在进入89年赛季之际 彼是针对了M119动力进行更进一步的升级 整体结构更加强化 同时增加了增压耐受性 最大增压系数上看2.28 同时输出进一步提升至820匹马力 同时由于A1G退居次要赞助 Saubert舍弃了前一年的电路板异象涂装 取而代之的是昔日代表德国赛车的Silver Arrow异象 同时全车在更进一步升级到位之后 车重仅剩下900公斤出头 Saubert大量升级之下 就这样养出了一批性能狂暴的巨兽 在1989年WSC赛季全部巴占赛程当中 仅在法国的Dijon赛道错失冠军早早就疯亡 但是真正让C9封神的关键战役 又得再回到利曼24小时耐久赛 进入到排位赛之后 C9持续展现不同于其他阵营的速度同时 达成了一项惊人的创举 61号车在第一次冲刺圈当中 在Malsund Street就将急速推破400公里 这仅仅只是利曼耐久赛第二次出现4开头的急速 回到前一年同一场比赛当中 虽然全场的目光都落在TWR Jaguar 以XJR9赛车成功阻断Porsche大军的霸业 但是由Pelgian所支持的Welter Racing 已特别打造的WMP88赛车 在开赛日接近日落之前刷下在利曼至今 最快的407公里急速 虽然最终Pelgian为了行销考量改为认定405公里急速 嘿对,因为当时405上市没多久 却是利曼耐久赛65年以来 首次有赛车能将急速飙上400公里 而C9赛车却能在正常比赛设定就飙上400公里 早已让其他车队看傻了眼 最终三辆C9分别能够以第一、第二及第七起跑 其中位居前二的61及62号车单圈 还比其余车队快上至少3秒 进入到正式比赛之后 虽然增压系数下调些许已增加引擎耐用性 开赛后C9持续展现惊人的速度 不到三个钟头就已经在Mozon Strait 多次逼近甚至超越380公里 最终三辆赛车成功拿下全场第一、第二及第五 Sauber挑战耐久赛近20年 当中经历不知多少失败和基建故障 终于问鼎耐久赛最高荣耀 然而C9赛车光荣登顶随即迎来了FIA的关切 毕竟急速真的是太快了 一旦发生任何差错都会演变成知名事故 因此在1990年开始 李曼耐久赛主办机关ACO在FIA的压力之下 宣布在Mozon Strait上加入两组连续弯 原本6公里的大直路就这样硬生生切成了三段 至此同样的路线版图就这样沿用至今 可以说C9的强势也间接改变了耐久赛最高赛事从此的样貌 而当年留下的急速记录 估计在未来也没有被挑战的机会 而在1989年的荣耀无数之后 C9赛车在1990年零路1000奈 拿下最后一胜之后光荣退休 先后三年的参赛合计拿下13场胜利 及1989年WSC总冠军 当然也包含了89年利曼总冠和无数急速记录 后续接替C9的新车C11 虽然在1990年WSC赛季维持了统治机的表现 却在利曼这一场最重要的比赛 因为机舰Tutsi败给了Jaguar 91年为了对应3.5升引擎规格打造的C291赛车 虽然在Artopolis拿下冠军 但竞争力完全不行 加上开销节节攀升之下 让三芒星决定收手 并在92年起将资源往F1投入 与Sauber一同展开了在F1的征途 之后如何在最高赛时当中 逐渐向巅峰迈进 相必也不用多言了 而宾士在退出耐久赛之后 要一直到1997年才以CLK GTR赛车重办立曼 但这又是另一段极光荣与不堪回首于一身的曲折故事了 那么这回的内容就到这边 每当提及Sauber在这50年的参赛生涯 C9赛车的成功总会一而再再而三的提起 毕竟能有一辆赛车 从此让耐久赛事改头换面 估计也难有第二次 那就下回见 拜拜